在日常生活中,你是狗派還是貓派呢? 不管你是哪一派,可能都聽過這個雙方爭論不休的問題 貓咪跟狗狗到底誰比較聰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動物的智商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貓咪跟狗到底誰比較聰明,這個問題已經存在超久 有的狗奴總是大讚他們家的狗狗敏捷又會聽話 還有人會說狗狗障礙在那些表現傑出的狗狗們 都比小屁孩們還要受控 不過貓奴們也會不甘示弱地說 人家貓主子只是懶得服從而已 其實你說什麼,他們都聽得懂好嗎? 事實上,從19世紀達爾文的時代開始 科學家們就一直想要了解動物們的大腦 想知道究竟哪種動物的智商最高、最接近人類 而今天的志祺七七,我們會從設計給動物的智力測驗開始 來看看科學家們如何繳盡腦汁探索動物們的思維 最後,我們也會來看看貓狗的智力大戰 究竟是誰略勝一籌? 但按照慣例,在開始之前 還是讓我們先進來工商服務時間! 你有每天早上爬不起來的困擾嗎? 如果有,千萬不要錯過今天介紹的 這款說出型鬧鐘APP的Book Morning 它是由記帳城市的開發團隊 Fordesire跟製作返校還願的志祖遊戲 所聯手開發的作品 同時結合鬧鐘和故事閱讀的設計 只要每天在約定的時間準時起床 就能夠解鎖當天的章節 閱讀一則從宇宙故事播,傳送而來的場面故事 而在Book Morning裡面的三個精彩故事 也是分別由志祖編輯群、Fordesire創作 包含了戰爭、推理懸疑、療癒、科幻等各種豐富的主題 你可以自己選擇喜歡的故事類型 像我自己就滿喜歡回地球的考驗 因為裡面不只故事有趣,連角色也很可愛 它的目標就是要讓起床變得很好玩 像是互動、沉浸式的閱讀體驗 能夠讓人每天起床,就能享受成都的樂趣 那如果你也想讓準時起床這件事變得更好玩 現在就點擊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一起下載Book Morning挑戰早起吧! 之前在這部影片中 我們曾經介紹過智商的算法 就是要去蒐集很多人的智力測驗分數 然後再透過統計、分析的方式 跟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年齡的人比較 進而得到一個數值,而這個數字就是智商 於是就有很多科學家很好奇 我們如果可以把這個給人類做的智力測驗 拿去給動物做,然後再來跟人類做比較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得出一個動物的智商呢? 事實上,過去一百多年裡面 有很多科學家都在研究 要怎麼樣設計出一個客觀的測驗 來給動物們使用,想要量化他們的思維能力 但其實稍微想一下,就會發現 嗯,這好像真的滿困難的! 第一個問題就會是 到底該怎麼樣才能讓動物們冷靜下來 好好的做測驗呢? 光是要給動物們量體重 就已經傷透飼養員的腦筋了 要讓每個物種的動物 都能執行一樣的智力測驗 那更是難上加難! 據說曾經有位科學家大衛·葛林姆 想要研究貓狗的思維方式 誰知道,關於狗狗的文獻找到了一大堆 可是關於貓的文獻卻少得可憐 他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他跟世界頂級的動物認知專家 亞當·米克洛西討論之後才恍人大悟 米克洛西跟他說 他們曾經做過一項貓咪研究 但貓咪們完全不受控制 讓研究團隊們叫苦連天 光是那次的經驗就讓他們受夠了 再也不想做貓咪的研究 還有一位義大利的學者也跟葛林姆抱怨說 他們研究過魚、研究過猴子、甚至研究過鳥類 但卻敗在了貓主子的手下 從此果斷放棄了貓咪的領域 決定要跟魚為伍 那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貓咪的難搞 不是,我是說 光是要熟悉一種動物的習性 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要能夠同時讓很多很多不同的動物 都乖乖聽話、乖乖做測驗 更是一件超有挑戰性的事情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目前科學家 大多只對特定的一種物種 或是頂多一種科屬 例如像是靈長類,來進行小型的實驗 不過,還是有一些科學家突破了這個障礙 設計了一些適合動物的智力測驗 動物要做自力測驗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難題是 牠們不能像是人類可以測驗整體智力 每種動物都有牠們特別厲害的技能 所以很難設計出一種所有動物都通用的測驗 比方說,如果考聽力和記憶力 那麼擅長捕捉跟理解聲音的鸚鵡 肯定輕易就可以拿到第一名 那如果要考空間感,就很難保證說 這個嗅覺或是聽覺敏銳的動物 不會因此偷知不佔到優勢 不過,科學家還是開發出了幾種常用 而且公認,比較有參考價值的測試 第一個常用的是鏡像測試 這個測試會在動物身上做記號 並讓牠們照鏡子 藉此觀察牠們能否發現 鏡子裡面那隻動物 也有跟自己身上有一樣的記號 進而發現說,欸,原來那個是自己 這個測驗可以測試動物的自我認知能力 可惜這個測試只有通過跟不通過兩種結果 沒有辦法用來量化動物的思維反應 第二個常見的則是迷宮測試 這是典型可以測試綜合能力的測驗 會跟動物的記憶力和空間推理能力有關 科學家可以用走出迷宮所需要的時間長短 來初步判斷不同物種的智力高低 第三個也是跟人類比較相關的 則是動物們的學習能力 這個能測試動物們能否快速的學會 並且理解人類的聲音指令或手勢 比如說非洲灰鸚鵡能夠學會人說的單詞 也能理解單詞的意思 甚至組合單詞來表達意見 經過科學家的比對 這種鸚鵡的推理、理解跟語言能力 已經跟5歲的人類小孩差不多了 這種比對讓測試更能夠根據動物調整 而且變於理解 像我們常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 邊境牧羊犬的智商跟3歲小孩差不多 烏鴉的智商跟7歲小孩相近 就是從動物的學習能力來判斷的 至於其他測驗 也有針對動物的記憶力、使用工具的能力 甚至是解讀情緒或抽象概念的能力 各種五花八門的測驗都有 不過這些都是以人類使用的智力測驗為出發點去聯想 設計出的實驗 在執行過程中總是會遇上不少的困難 像是動物不聽話之類的難題 於是又有科學家想到 有沒有可能從生物學的角度 例如大腦構造、神經反應這些 來推測動物智商的高低呢? 一般來說,如果動物擁有越大的腦 那麼可以合理推斷 他們應該可以應付和處理比較複雜的外界訊息 他們也可能會有越複雜的動物行為 所以有一種估計動物智商的方式 就是去計算大腦重量跟身體重量的比值 這個指標叫做腦化傷 科學家們把貓咪的腦化傷定為1 當作參考的標準 而其他動物的腦化傷 就是跟貓咪相比較的結果 這個指標常常用來比較跨物種智商 是一個可信度不錯的指標 例如計算出來人與鱗豚 還有大象的腦化傷都偏高 跟實驗得到的結果相近 不過這個指標很容易受到個體胖瘦的影響 通常大腦不太會變化 但是體重卻很容易改變 所以如果一隻動物變胖了 腦化傷就會變小 但我們卻不太可能說他變胖就是變笨了 所以這個指標並不適用套用在同一個物種內的比照 因此科學家也開發了用其他的大腦特徵 來評估動物智商的方法 另外一個評估方式 是去計算大腦神經元的數量 因為神經元就是可以讓大腦進行複雜思考的關鍵 所以用數量來衡量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例如以聰明著稱的靈場類動物 的確大多有特別密集的神經元 剛剛提到腦化傷跟人類接近的大象 神經元的數量也幾乎跟人類一樣多 還有一種評估方式則是與大腦的構造有關 有科學家提出大腦的皺褶越多 訊息傳遞的速度越快 而且皺褶越深 腦細胞的數量越多 智商或許就越高 最特別的例子就是章魚 雖然章魚是無脊椎動物 但牠們的大腦構造類似於人類的大腦皺褶 而各種實驗也證明牠們的智商 甚至被譽為是海中的靈場類 好的,那話說回來 科學家們開發了這麼多種的評估方式 到底哪一種指標才適合拿來評估動物的智商? 還有,究竟誰才是地球上智商最高的動物呢? 目前,科學家的共識是認為 應該要比較適合利用動物適應特定環境的技能和能力 來當作評估動物智力的標準 BBC根據這個定義,並整理出各種研究,得出一個結論 如果扣掉人類的話,世界上最聰明的動物 第一名是黑猩猩,再來是海豚和紅毛猩猩 接著是剛剛說到的章魚 以及大家耳熟能詳,會投食取水的烏鴉 不知道你猜到了幾個動物呢? 沒想到,人類宠愛的這些貓貓狗狗居然都榜上無名 但是為了要讓貓奴跟狗奴們可以一較高下 只好讓我們一一根據前面的幾種測驗來評比一下了 首先是鏡像測試,很不幸狗狗跟貓貓都無法通過 所以這一項平手 接著迷宮直言,這一場狗狗通過了 但貓貓不配合、不通過,所以狗狗勝 如果從學習能力來看 狗狗被認為與2.5歲的小孩相當 而貓貓則是與5歲小孩相當 所以這一回合是貓貓扳回的一城 最後,進入生物學指標的部分 從腦化商來看,狗狗是1.2、貓貓是1 所以是狗狗勝 而神經元的數量部分,狗狗平均有5.3億個大腦神經元 貓貓則只有2.5億個,又是狗狗勝 所以綜合來看,算是狗狗略勝一籌 看了這麼多測試動物智商的實驗 其中還不乏有科學家們的血淚史 我們才發現,動物行為學一直都在努力 從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世界上的不同動物 從人類專用的智力測驗去發想、設計的實驗 到重新檢視研究的目的 轉而往生物學的方面去研究 讓我們發現,其實科學的突破 不見得都來自於更精準或更高端的實驗 有的時候,反而是來自於觀念和視角的轉換 但無論最後測出來的是什麼結果 在禪食關心中,自己家的毛小孩 一定都還是最讚最不可取代的伴侶 最後想問大家,你喜歡養聰明一點 還是呆萌一點的寵物呢? 聰明一點的寵物,我想跟他陪伴默契 最后,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都知道,動物是怎麼測智商的!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毛小孩數量為何不斷暴增? 以及到底怎樣幫貓狗減肥?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